在河北,第二輪核酸檢測正在進行 社區內部工作人員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 石家莊這個社區每天早上8點開始檢測 社區工作人員在清晨5點就要開始做準備工作 檢測人員除了在檢測點檢測之外 還以為行動不便的人士上門採養 到晚上10點才能夠結束一天的工作 在天津現出新型肺炎病毒陽性 當局正追尋零售去向 涉液的雪糕一共生產4836箱 其中1812箱發往全國銷售 而受往天津的935箱之中 只有65箱流入本地市場 當局正追查銷售路線 涉疫企業的相關員工已經進行核酸檢測 完成檢測的700人,結果都是陰性 有線電視記者張維聰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張維聰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們